其实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技巧 这是我用坏很多台印表机得到的经验 HP与佳能的一次性墨嘴夹 若改成连续公墨 它有使用寿命的问题 Apson的改成连续公墨 容易塞住 整台就报废 等到了Apson公司自己做的连续公墨机推出之后 我就换了目前这一台 然后一用就用了五年 还没有塞住 还没有坏 噴嘴检查 没有断线 每个孔都是正常的 有观众会想为什么HP与佳能不推出连续公墨呢 我刚才说了 目前的喷墨头 它的结构不适合长期使用 所以没有办法推出 他们官方还没办法做出连续公墨机 如果可以的话 怎么可能轮得到坊间去改装连续公墨呢 应该会有其他使用者会觉得 他也是用Apson 也是用原厂墨水 但是用久了也是会堵住 其实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技巧 这是我用坏很多台印表机得到的经验 就是一定要使用原厂墨水 因为原厂墨水比较不会塞头 务场的墨水便宜 但是一定会塞头 有观众会觉得 这好像是废话 嗯没错 我自己也觉得这是废话 所以我来分享 我是怎么样使用原厂墨水 首先我会去买一个最便宜的原厂墨水 这一罐新的 它是最便宜的 大概125或140 那包装就不是英文字的 这个是英文字的 这个不是 这是印度制造的 印出来可能会有一点咖喱味 但保证是Apson原厂的墨水 这个黑色的快用完了 需要补充了 所以我这一瓶有70ml 我先用蒸铜把它抽出35ml 先用一支蒸铜 但蒸铜要先洗 如果是买新的一定要先洗 这个是RO逆渗透的水 它蒸铜里面有油 先把里面的油给洗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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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新的墨水 先抽出15ml 到这里15ml 然后如果家里有这个RO逆渗透的 就用逆渗透的水 那如果没有的话 就去买一罐这个 纯水哦 不要买那个什么煮炭的啦 把什么加了一些什么 加一些矿物质的那些都不要 什么什么电解的都不要 就是买有RO逆渗透的这种纯净水 没有的话就用逆渗透的就好 家里有那个RO的逆渗透就用那种 然后把它抽15ml出来 这个是纯净的水 然后再抽20ml 20cc啊 就是说把它用一半就对了 这一瓶在70cc嘛 所以它就被抽了35 所以它还有半瓶 这里20加15 就是35 好满了 有没有 就装满了 所以说像这一瓶70cc的 我就会分两次使用 每次加15cc的水 两次会加30cc的纯净水 再把它黏住 它就会恢复那个密封状态了 这样下次就可以再使用 这有观众会想 这加水不会堵住吗 依照我的经验 你觉得会堵住吗 这一台已经使用了10瓶的墨水了 总共被我加了30cc的水 加了5年 你问它会堵住吗 来 你现在问 你问它 会堵住吗 没有 你看 当事人都说没有了 我曾经有一次不加水试试看 反正那一阵子经常要清洗喷沫头 就赶紧加一点水进去 所以加一点水 比较不会塞 但缺点是 印出来的颜色会比较浅一点点 颜色怎么比都比附厂的墨水 还要鲜艳很多 加了三分之一的水 并不会让你觉得颜色会变浅三分之一 只会浅一点点 主要是原厂的墨水做得太浓太稠了 加水的好处 原本一瓶要125元的墨水 会少三分之一的价格 比原厂的便宜 它比附厂的贵 但是颜色会比附厂的还要鲜艳 这是24色的标准色卡 这个是加了水的印出来的效果 有没有 颜色根本不会比较浅 所以是感觉不出来的 而且还比较不会塞头 我就是这样使用了五年 唯一用最久的一台